女人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 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当她正要扣动扳机之际 一个神秘男人却出现在了眼前 女人立马调转枪头对准男人 叫她不要多管闲事 面对此情景 男人不但不害怕反而十分淡定 她对女人说她有个非常庞大的计划 一旦成功便能够改变世界 甚至是成为英雄 既然你都已经不想活了 那不如把你的命交付给我如何 不出意外 小美同意了 男人自称教授 2025年南北两国土地 本来老百姓们都以为 人们的生活水平会越来越好 但现实却是富的人越来越富 穷的人越来越穷 于是她组织了一个豪华的盗贼团阵 他们打算在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 抢走四兆一韩元的巨款 然后再像风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么问题来了 哪里能有这么多钱可抢啊 很简单 去南北两国共同建造的造壁厂啊 有人可能会觉得教授是在开国际玩笑 这怎么可能吗 别着急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这次行动 他们谋划准备了足足五个月 这天时机终于成熟 小美和奈洛比出现在了造壁厂门口 见一群小可爱走进厂子参观后 奈洛比发去了信号 接着柏林马上开着一辆大巴 出现在了偏僻的公路上 他们戴上面具全副武装 很快一座大巴上就出现了 前往造壁厂车队 只见黑客里约将按钮轻轻一按 三个路障便快速升起 就在他们发懵之际 一辆大巴车迎面驶来 随后几个盗贼下车后 对着空中就是一栋坡 随行人员很快就被制服 接着柏林几人换上他们的工装 来到造壁厂的装货区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作证据 大摇大摆地驶进了造壁厂 而此时小美和奈洛比两人 也已潜入造壁厂内部 可就在他们进行安检时 奈洛比腰间的手枪和包裹中的加特 便立马引起了他们的注入 女人想要按下报警器 但却为时已晚 这边的卡车门被工作人员开启 三个面具难得出现 瞬间吓倒的众人 整个造壁厂一瞬间 罗骨喧天边炮齐鸣 所有人吓得乱成一波粥 很快所有人质都被聚集到了大厅内 分别靠在两侧站好戴上眼罩 盗贼团们也在此刻露出了真面目 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诺斯科大叔没过多久便打通了防暴机关 当几人看到成堆的麻内的时候 立马开心地向着孩子 甚至激动地躺了上去 你以为他们的目标只是这些麻内吗 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们的目的远不止于此 他们先是给所有人质都发了一套和他们一模一样的衣服 接着按响了警报器 随着大门的开启 两辆警车也赶了过来 盗贼团们不多逼逼朝着天空就是一顿路 然后立马撤进屋内 此时很快惊动了两国领导 他们召开了紧急会议 南国派出危机谈判组长宣佑珍 北国则派出了人民保安部长车大卫 两人一见面就水否不容 车大卫觉得不需要谈判直接应来 而轩组长则认为必须谈判 一定要将人质的安全放在首位 最后在轩组长的正气震慑下 他们发现声音是经过处理的 并且无法恢复 教授说让他们派直升机过来 而轩组长听后便和他谈起了条件 如果想要他们派出直升机不是不可能 但你们必须得做出相应的退让 教授故意说出人数后 便立马挂断了电话 接着露出了一切静在掌握中的表情 车大卫在听到对方只有四人后 立马决定速战速决 被下班的宣组长打开手机 就收到了好几条男友发来的信息 他迫不及待地来到男友家 而他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这个新交的男朋友 竟是自己刚刚谈判的土匪头